都被隔离了 那就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没有人通知啊 就像孤儿啊 难道是因为我是中和所以是孤儿吗 真的是又起又无奈 难道因为住在疫情严重的中和就被新北市放生 原来H小姐是确诊者案25936的朋友 因为4月2号一起吃姜母鸭 隔几天25936出现症状就一确诊 7号同行的三名友人都接到匡列电话 但其他两人都收到通知 跟着卫生所的安排做PCR返家隔离了 唯独H小姐只接到电话 等了四天下一步未明 我打了二三十通 要码就是直接断掉 不然就是有响 可是就是一直都没有人接电话 1922也没有办法帮我处理 电话打到都快烧起来了 还是没有回应 H小姐焦急的在家里等待 房门都不敢踏出一步 因为同住的还有其他家人 PCR都还没做 现在更担心工作饭碗不保 如果我没有收到这个通知书的话 那我就没有办法去讲说 我因为给同年 然后我要请假 公司就觉得说 那你可能是接到诈骗电话 那如果我真的去工作了 万一 万一我确诊 怎么办 这个隔离 只要一通知就生效 第一个我们会用电子为理 那电子为理的速度会比较快 那通知书的话呢 就根据后面有一些作业的时间 它确实会比电子为理要晚一点 说会补上隔离通知书 要H小姐在家等候 只是连第一部PCR都没通知去做 同住家人也陷入紧张之中 只凭一通电话 就要接触者乖乖等候 就怕再等下去 连求温饱的工作都没了 TVBS新闻刘宇俊韦佳琪 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